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盘价5737点 中国方面呢 昨天比较平静 有轻微的下跌 上海跌了0.08% 深圳呢 则下跌0.3% 但整体上来说 上海和深圳目前都处在 这个8月的高点左右 那另一方面 欧美股市昨天均有不同程度跌幅 欧洲平均跌幅在0.4%以内 美国也是一样 平均下跌在0.38% 那么其他方面呢 黄金价格目前是随时 要突击1300大关 目前是稳定在1290至1295附近 同时石油价格昨天稳定上涨 重新又回到了48块五毛钱的价格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跟大家谈一谈的呢 就是现在的 交易中越来越多人使用的一个量化交易 那么我们知道不可否认的是呢 金融行业一直是很多人 希望从事的梦想行业 那么在别人看来呢 似乎在这个行业里有数不清的金钱和机会呢 是等着你来捡 我每一天身边的客户也好 朋友也好 我看他们的微信朋友圈啊 都会看到的 有的人说我又赚了几百美金 有的人说呢 我又赚了几个涨停板 又赚了一辆车什么的 但是在真正的世界中 只有你自己尝试之后 你才懂得 这个金融市场的残酷性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那句古话说叫商场如战场 用来形容金融市场的话呢 那么这个战场就是一台绞肉机 在金融市场中 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成功的投资人士 他背后都是靠着无数的失败者积累起来了 不论是在股市外汇市场还是期货市场 成功的永远是少数人 但是既然这样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前夫后继的 向这个市场里面涌过来 就是因为呢 这个巨大的潜在利润 人性的贪婪呢 造成的无数的人呢 都希望自己是那个幸运儿 是那个成功者 但是我们要说的呢 是这个 在这个行业中 应该说呢 从之前 几十年之前 大部分大家都是手动下单 但是在最近的几年呢 这个整一个趋势 逐步逐步向电脑下单 向这个高科技 人工智能和程序化 正在转变 那么我们可能听过一个比较多的词 就是叫做量化宽松 不是叫做量化交易 什么叫做量化交易呢 这个官方的解释呢 量化交易就是借助的现代的统计学和计算机原理 利用数学的方式将过去的数据做一个总结 归纳出其中 这个成功概率较高的方式 或者是组合 以此不断的重复来达到收益的一种这种方式 那换句话说 它就像一个固定旋转的水车一样 永远在转 那么只要这个里面固定有水 那么它就会 这一波挖不出来 下一波还能挖出来 就是这么一个固定的一个东西 那实际上来说呢 我们知道在欧美国家到2016年为止 在股市 汇市和期货市场里面 已经有超过70%的订单 是来自于电脑程序 而非人手下单 那么在国外 特别是西方国家目前的资本市场里面 人逐步呢 已经从之前的输入操作员 目前呢 是变成了一个 这个程序的监控 网管 或者呢 是一个审查员 这个身份的转变 我们可以从各大投行 不断的在裁员 在裁这个交易员 这种形式 这种新闻中 可以得到一点启示 所以说简单的来说呢 量化交易 并不仅仅呢 是靠着是一次的营办 一次的得势 而是通过程序化 反复不断的交易 他有的赚 有的输 有的赔 有的拿 在不断的 这个一次一次的积累中呢 逐步逐步 把这个微小的利润 综合起来 以此达到呢 最终受益的方式 换句话说 它其实就是一个 水滴石穿的效果 或者说过程 那么为什么 这个最近几年量化交易 越来越流行 特别在中国 现在也开始了 所谓的什么高频交易啊 智能交易啊 这些 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呢 究其原因 它们最大的不同之处 就是呢 量化交易也好 人工智能也好 它是踢出了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 人 这个因素 我们知道啊 人啊 它是作为这个感性动物 它每天呢 会有感情 会有情绪 那你感情不好的时候 情绪低落的时候 自然就会影响你的下单 影响你的发挥 所以说 与其 依靠着人的感情 和当天的情绪啊 来盈利或者亏损 那还不如把它量化起来 把它固定在程序中 由电脑来执行 我们知道说句实话 在绝大部分的散户 投资者里面呢 啊 90%以上的散户 并没有执行力 咱们举个例子就是 你赢钱了 赢了10块8块 100 200 啊 想马上就走 但是你一旦亏损了 即使是亏损个三五千 你都不愿意走 啊 都想扛着 心里想的 只要我不平仓 它迟早会回来的 我就拿当个 就就就当 那拿了一个定期嘛 啊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散户形态 好 所以当断不断啊 必然自乱 那么在交易中呢 如果你没有执行力 不能及时的止盈止损 毫无疑问 最后输的 肯定就是你一个人 那么量化交易 人工智能 或者说啊 高频交易 就是呢 剔除了这个感情因素 把很多不确定的东西 确定下来 依靠一次一次的失败 一次一次的成功 啊 只要最终成功 大于失败 收益 大于损失 那么 这个程序啊 这种方式 就会无数次的重复 以此呢 以量取胜 达到最终的盈利 啊 所以说 那么 但是综合来说呢 量化交易也好 智能交易也好 它并不能完全取代 所有的交易 特别是在中长期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中长期交易啊 它不仅仅是从市场的反应 来判断未来走势 更多的是要你有一个提前量的预测 预判啊 包括对于经济形势 行业情况 以及呢 大方面的一个经济的判断 那么这些综合的信息呢 其实人脑的判断 要比电脑更加准确啊 因为电脑很多时候 在短期交易中 依靠的是市场已经发生之后 它的那个瞬间立即的反应啊 那么人脑与之相比呢 就可以做出一些提前性的 预占性的这些判断啊 这个呢 就是在长期和短期中 我们看到短期里大量使用的是量化交易 但是中长期的判断和走势的交易呢 还是靠的是人手和分析 接着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产品 就是黄金啊 我们之前说过好几次 我们上面看到一条红线 这条红线呢 就是现在黄金的关键阻力线 大约是在1295到1296附近 这个价格在今年已经去过了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现在有可能是冲击第五次 也就是说 一旦这个价格被冲破 不用去1300 我相信有很大的机会呢 黄金价格将会继续上涨 所以如果作为投资者 保守一些 当然你可以设置在上周的最高点 1300以上 冲上之后进场 看涨 但是呢 作为稍稍 愿意承担一些风险 不妨 在冲破了1296之后 就可以开始分批 分批进场 看涨黄金 那么同样如果以这个 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 黄金什么时候要正式的下跌呢 就是它这个价格冲不上之后 向下回调 跌破呢 上周的底部 大约是1260以后 那可能会继续出现回调 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 黄金上涨的可能性 非常之大 最后呢 投资者今天晚上需要注意的事件 在6点30分 英国会发布他们的GDP数据 到了晚上 澳洲时间10点半呢 美国每周一次的 失业金申请人数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 感谢观看